总体技术件就是 蓝营希望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 讨论临时会邀行政院长陈建仁来做专案报告 但是却发现韩国瑜本人根本没有进入立法院 不要拥抱 拥抱就先免了立法院长韩国瑜接待行政团队 不过15号国民党团联署串联 希望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 讨论17号临时会 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 针对受肉筋专案报告 但尴尬的是韩国瑜却失联 国民党所提出的是请求 我们院长来召集协商 对于开议日或开议日之前 来做充分的协商 大家等了半天 因为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68条 朝野协商得由院长或各党团 向院长请求进行 不过据了解韩国瑜得知国民党要联署开临时会后 以请秘书长周万来处理 但党团收集完联署 准备将资料递交院长室 却无法联系上韩国瑜 党内立委帮忙缓家 但15号开工这天 韩国瑜不公开行程 在嘉义 16号在云林直到下午4点半 回立院和AIT处长孙小雅碰面 外界讨论韩国瑜这天未便召集协商 是否因为私人形成满党 院长也有院外的工作要进行 但是在开议前 尤其有特殊的议案 等待朝野协商的关键几天 如果院长多花一点时间在院内 可能会让议事人员也好 各党团也好 在工作上都比较能够有效率 而且能够及时来沟通 不过韩国瑜巧妙消失 24小时先喊咖 在令定19号朝野协商 给公民党台阶下同时保全自己威望 或许也是中立不寻思 聪明起手势 记者陈婷 六凯成台北通知报道 好 立法院的新会期即将在20号开议了 那么紧接着就要进行 各委员会的招委选举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民众党团是抢先的 向国民党团来递出橄榄枝 希望双方能够尽快会面 柯文哲今天也再度强调了 这立院党团会看议题 来选择要跟哪个党派来合作 但是来看看国民党团 在人数的优势之下 里让民众党招委的可能性 其实不高 很有可能最终 还是由蓝绿瓜分双兆委 行政院长陈建仁 拜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 和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 搭捡拍背互动热络 请问禁团令的法律基础 到底是什么 做很多事的时候 绝对不能跟北京一样 上面说了就算 会很快的去了解 这个陆委会跟这个交通部 我跟他们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民众党团借此机会 针对各项政策法案与行政团队 进行交流 而民众党巴喜新战力 进到国会后动作平平 前一天更主动向国民党团 递出橄榄枝 希望双方能尽快会面 看来立月蓝白河成行几率高 国民党团开大门走大路 我们欢迎各个议题上面 互相的讨论跟合作 只是接下来预计 二月下旬的召委选举 国民党在人数优势下里 让白银机会不大 另一边对于要不要绿白合作 民进党内则分为正反两派 一派立委认为没有礼让空间 但务实派则认为 不应该完全关闭 与民众党的协商空间 对于民众党的信任问题 这应该不只是民进党吧 我觉得整个社会对于民众党 各种议题的态度的变化 常常也摸不定 保持一定的弹性 可是不会失去我们该守住的原则 毕竟之前的立月龙头选举 和绿白电话门一云 都让绿营内部累积许多不满声浪 因此蓝绿极有可能在招委选举上 都不理会民众党 直接瓜分双招委 我们现在的秘书长本身 就有民进党出来的 所有跟绿员合作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同的议题 可以跟不同的政党合作 跟国民党合作变成小蓝 跟民进党合作变成小绿 那我们干脆就走自己的路吧 尽管克文哲想靠巴西筹码 在蓝绿间发挥第三势力影响力 但过去几次蓝绿与民众党交手下 都闹得满城风雨 接下来还得看蓝绿领不领情 记得陈思琦 林俊婷 待会等我到